老场,目前S1的场长,今天是本赛季最后一天 场长的胜率高达82%点几 大富牛仔,拉拉队员,囚徒 抓囚徒或者抓大富吧 场长追牛仔 不是特别好弄 应该更多的还是在大富和囚徒上面二选一 看见大富那应该是没什么选择了 就你了 这局其实怎么说呢 抓大富差不多一般来说 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抓大富就三台机 然后通过防守打到机会了 打到了,打不到呢 就是在四人开门战的时候 针对这个大富将其击倒挂飞以后 再看能不能留人 三段怀表全部给上 甚至拉拉队员可能还要再待会给波机力 没有,追猎已经起来了 就这一波了,就这一波了 黑炭包夹能不能双刀 等卡着大富的 哎呦我求 卡着大富的这个怀表CD 能带走就带走了 节奏就不错 带不走就是三台机了 这边的话技能刷新 闪现开的第一刀 丢娃 我觉得大富这边其实要准备交怀表了 这块怀表不要省 对不要省 省怀表是很有可能出事情的 这块怀表你现在交了 对吧 他能拖个二三十秒钟 但是待会儿在椅子上面 漂亮 哎这大富六的可以啊 回头摸了一下娃 娃停了 你就很难判断我的具体位置 娃走了 这个娃说 爹这这这 这这大富 不让我追 三段怀表摇玩 外面有囚徒在连击修 拉拉队员这边还要给激励 给加速 大富一个人六就已经够烦了 这边还要再来一个 黑炭包夹 倒好的 压到了一台遗产机 但是怎么说呢 毕竟外面的机子是没有干扰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三台机 总量加起来是超过两台的 现在总量差不多在3.2 3.3的一个样子 那只有一波救不下来能救厂长了 要不然就看开门战了 当然S1厂长的 我相信这种局对他来讲 家常便饭 真的家常便饭 厂长不裂都不会玩 私人开门战优势在我 黑炭 追 一刀没打中 这边交飞轮 那好像 哎 这一刀是怎么从牛仔身边绕过去的 感觉这个刀器 哎 不过也行啊也行 反正这个大处没走嘛 那就行的 如果说能打掉这个牛仔嘛 这局是吹响反击到号角了 现在呢 球者这边机子其实差不多够了 但是 因为有所干扰 你没得休 如果有个薄命这个局 真四人开门战了 刚才牛仔这个如果说套上薄命什么的 有薄命真四人开门战了 这边黑炭做防守漂亮 震慑 牛仔这边一勾把大处勾下来 剪娃丢娃四元斩 预判走位 大处先倒 好 牛仔这边应该不敢OB 因为这个大处是个挂飞 但他剥皮好像不行啊 这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拉拉队员呢 放一手 吹响反击到号角了 这个震慑真的是一个绝地反击的节奏点 拉拉队员交自己 有闪现 好的 果断 果断 密码机真差没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这密码机总量大概就差了百分之十几 不到二十的总量 前过来 牛仔小皮边一勾人再放下 好 囚徒这边过来救人 牛仔这边压机还是 外面再去起他机子感觉有点来不及 换完回头 线圈踩掉 线圈踩掉 那牛仔这边有没有机会救人 没有 牛仔外面重新起机子 重新起机子 我感觉不是很行啊 第一呢 这个囚徒他能救一波 他救不了第二波 你得救两波拉拉队员有二六才有可能 那要么就最后就一波 然后拉拉队员二六打个换挂 然后拉拉队员再回来救 但是拉拉队员又是个交自起 而且这样打 感觉这局其实只能是亡命冲一波就冲这台机子了 外面重新起不是特别好 有的时候我感觉重新起会更好一点 但这个局我觉得还是只能硬打一波 放黑炭了 这里再捡起红娃 准备打落地刀 黑炭一刀扭掉 换次元斩 落地次元斩 从球者视角来看 埃菲伦漂亮 这一波好秀啊 这个场长秀 这个囚徒我只能说更秀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等于说有三手攻击 场长 红娃 落地刀一刀 普通攻击一刀 黑炭一刀 三刀 只打中了这个囚徒一刀 保住了这拉拉队员 拉拉队员走了 然后拉拉队员再回头来准备救 其实直接亮吧 对别救了 这场长的人谁救得下来呀 这波打的有点凶险的 现在牛仔 点门 拉拉队员最好是中场压着 然后拉拉队员吸引场长的注意力 让这边牛仔把门点开 然后拉拉队员干嘛 在跳地叫 这也是换位过来找牛仔 过来直接 哎一刀 好的 双方应该在博弈这个飞轮 但是场长这边预判 你不会交这个飞轮 博牛仔上挂 拉拉队员 来不及救 来不及救 再换位找到有闪现 那最终应该是拿下一个四抓了 阿闪 哇 C 果断 S1场长 掰了个掰